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在购买旅行车票时 你偶尔会遇到不合逻辑的价格 总是这样的 例如你可以搭乘飞机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或者乘坐火车七个小时 并支付更多的钱 这些票价公平吗 你怎么公平看待这些费用呢 我认为公平的说 关于不公平的票价有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航空旅行更快而且更便宜 这些客运铁路公司要如何继续运营呢 好的 火车确实有它的好处 最明显的优点是在市区里就能搭乘 而不必去机场的路上与车流搏斗 你也可以随身携带你想要的各种议题 你也不必担心糟糕的天气会延误你的旅行 而且如果你怕搭飞机 坐火车可是一点压力也没有 环保人士还会说 使用捷径电力比起在天上喷洒废气 那可是要好得多呢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棒 也有充分的理由 但火车票要价如此高昂的真正原因 与舒适和感受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处于实用性 当你搭乘飞机旅行时 飞机在某个机场起飞 在另一个机场降落 毫无疑问的 这些飞机需要维修 而且机场里塞满了工作人员 但是旅途本身不管时间有多长 全程都是在空中进行 这就不需要任何实体物质的维护 然而火车却是在轨道上运行的 要不然嘞 为了能够在这些轨道上高速移动 哪怕只是一丁点的移动 这些轨道都需要处于优异的状态 这种维护包括了更换枕目 调整切换开关 拧紧任何松掉的零部件 保持直线零部件笔直 还有保持弯曲部件在一定限度内的曲度 甚至还有一项虽然小 却很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像倒炸喷洒除草剂 这样杂草就不会从这些铁道碎石中钻出来 轨道和倒炸的部件需要不时的更新 虽然这项工作现在大部分都是由专门的机器来完成 但这些材料和机器却并不便宜 照顾一小段铁道已经很贵了 但是想想看 一个国家铁路服务有多少条轨道 例如美国国铁公司拥有730英里的轨道 并额外租用2万英里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向业主支付任何维护费用 扩展轨道路线网和建造新的轨道也是极其昂贵的 仅仅一英里就得耗费超过100万美元 火车本身的价格也很高 如果你有兴趣购买的话 从华盛顿到纽约 光是一辆火车头就得花费650万美元 虽然不像飞机那么贵 但还是一大笔钱 再加上8节载客车厢 每节价值40万美元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辆火车的成本 接近1000万美元 没人想要开着门把 或者其他零部件坏掉的旧车去旅行 所以时不时的 他们就必须被修缮 然后最终在某个时间点被态换掉 然而最大的开销还不是轨道或火车 而是维修人员 现在想想看 当你搭飞机旅行时 根据飞机的大小 你通常会有5名友好的空服员 和2名机师陪伴 他们会在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航班上 照顾你一个半小时 当然他们也会因此得到报酬 同一路线上的美国国铁员工 将工作9个小时 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如果你看看 从洛杉矶到华盛顿的旅程 就会觉得更有趣了 你会在飞机上花5个小时 但在火车上要花整整两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选择飞机 但你会选择什么呢 有人喜欢长途火车旅行的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告诉我 无论如何 这是工资时间的巨大差异 现在把这些时间 乘以铁路公司的员工人数 不仅仅是乘务员 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让你在铁路上的体验更加顺畅 美国国铁有2万名员工 他们每天总共服务搭乘300多趟车次的 8万7千名乘客 而那是因为他们全都是高技能的专业人士 他们期望自己的工作有好报酬 难道你不这么想吗 因此虽然他们在优秀的员工和车辆维护上花了很多钱 但火车客运公司实际上赚了多少钱呢 让我们来看看吧 在美国最受欢迎的路线之一 是从华盛顿到纽约的通勤路线 你可以花75美元买到一张车票 这取决于你时间提前的多早订票 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付员工薪资 另外的12%是火车车厢费用 轨道维护保养占了另外的5%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所谈论的这些都还只有票价的一半 剩下的钱都到哪去了 是纯利润吗 不 还有更多费用 和其他公司一样 美国国铁也需要花钱雇人来经营业务 所以票价的3%用来支付行政费用 即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美国国铁仍然要宣传优惠和新的交通工具 那2%则是广告费用 还有公司必须承担的结算费用 是的 火车是一种非常安全的交通工具 但事故仍然会发生 而且大约1%的车票费用 将会支付给那些受到事故影响的人 不同的次要费用会吃掉车票价值的另外8% 最后你可以看到公司的利润 粗估为平均价格的35% 而这只是最受欢迎和最赚钱的路线之一 乘客越多 火车就跑得越快越频繁 这条路线也就越是有利可图 但并不是这家公司的所有500条路线都能赚大钱 还有一些不那么繁华的目的地是运营亏损的状态 在一条繁忙的路线上 收取更高的票价也无助于弥补这种差异 因此 尽管这些票价看起来似乎贵得离谱 但美国国铁每年都有营运亏损 对欧洲的铁路来说事情要容易得多 因为他们连接轨道的涵盖区域更小 而在这些路线上旅行的乘客和火车却更多 日本也是如此 整个国家大概跟加州一样大 他们一直在建设高速铁路网 而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现在如果你觉得普通的火车票价对你来说还是过于昂贵 那么在听到一些世界上最昂贵的行程后 你可能会感觉好一点 大军特快豪华列车 印度 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 这列豪华列车穿越了印度西北部和中部 途经印度大部分的主要旅游景点 它由23辆车组成 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搭载88名贵宾的临时供电 对于那些不知何故厌倦了外面华丽景色的人来说 每节车厢里都有一斤电视和WiFi 如果你想体验王宫贵族的生活 那是印度王子 那么准备好 乘坐四天三夜 每人支付3800美元的豪华费用 这辆适合俄罗斯沙皇的火车从莫斯科出发 穿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到东部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 全程15天14夜 乘客可以选择皇家套房 金车厢和银车厢 套房有特当号床 梳妆台和私人淋浴间 稍微不那么豪华的车厢 仍然有空调 衣柜 音乐和影片来招待客人 虽然金英号列车的起步价大约为13000美元 但行程必须提早很久之前预定 皇家苏格兰人 英国 除非你是王室的朋友 同时收到私人邀请参加他们的节日招待会 否则你肯定会对这趟皇家苏格兰人之旅感到惊讶 最短的旅程持续三天 每位乘客花费大约为3000美元起 卧铺车厢里只有16个双人舱房和4个单人舱房 使得整趟列车成为仅有36位乘客的临时豪华之家 有一个私人浴室大小合一的衣柜和梳妆台 当然每个仓房都有超级舒适的床 带有露天观景台的观光车厢是欣赏风景的额外惊喜 你觉得这些票价公平吗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按赞并和朋友分享吧 这里还有一些我认为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同时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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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